只需要两个动作你就能成为野球场过人王 那么第一个动作就是踩狗陷阱 第二个动作高手陷阱 在面对水平一般的防守人时 非常推荐大家使用第一个动作 踩狗陷阱 而不是陈尖马修斯 首先脚内侧轻轻向左拨球 同时支撑脚向左小跳 让对方以为我们要脚内侧汤球启动 然后马上转动膝盖 让脚横在球的左侧 最后用歪脚背向右汤球完成过人 这个动作在野球场很常见也很好用 但是如果防守人水平较高或者非常了解你 也可能会一眼看穿 然后预判卡位 这时我们就可以用到第二个动作高手陷阱 第一步还是向左拨球加支撑脚小跳 但是下一步我们要做一个歪脚背汤球的假动作 脚从球的后方划过 让对方以为我们还是要做第一个动作 这样就可以预判对方的预判完成过人 赶快找你的好兄弟来防守你 这两个动作换着用 绝对让